第1693集 崔枯拉朽 铁补天一声惊呼 眼神突然撞迷绝裂 大喝一声 慢 身子猛的向后一退 袁书图宁笑道 慢什么慢呢 继续逼近 显然爸帮硬上弓的念头 已经是打定了 铁补天心一横 早就已经凝聚在心脉的元气 就要及时爆发 事实上 在他刚刚醒来的时候 就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 早就做好了准备 早已将一股元气聚集到心脉附近 一旦发现对方有用强的照照 再无回旋余地 就要及时崩毁心脉 保全清外 唯有这种提前运功等死的方法 才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的 袁书图感觉的不妙 他也是修行高手 瞬间已经想明白各种缘由 大怒道 你敢 即刻扑上前来阻止 铁补天一闭眼睛 心中叫道 初阳 夫君 永别了 就要立即发动元气自爆 恰巧就在这时 外面一声吏吼 划空而来 声音焦急而又爆裂 正是楚阳的声音 铁补天心中一震 是楚阳来了 袁书图怪笑起来 哈哈哈哈 呦 楚阳来了 他来的可正是时候啊 正好让这个绿头盔看看 本少主是怎么玩他的女人的 得罪了本少主 就要付出这种生不如死的代价 铁补天 比一万分的盯他一眼 拼命的向门口跑了过去 虽然明知道 楚阳此来 恐怕也是无济于事 但铁补天仍然希望 能够在最后时刻 再看楚阳一眼 只要能让我再看一眼 哪怕是远远的 那么我今天一死 也可以了无遗憾了 铁补天的胸中 一会儿火热 一会儿冰凉 或者我死了 楚阳就能没事 还能活下去 袁书徒笑吟吟的从后而来 竟然丝毫也没有阻拦的意思 所幸就让你们两口子 再见一面也好 本少主最喜欢看着 别人深情款款的生离死别 难分难舍的样子 然后本少主 再把你从他的身边抢过来 让楚阳眼睁睁的 看着你在本少主身下辗转欢愉 却又无力阻止 甚至想不看都不行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就是要彻彻底底的玩弄你们两口子 唯有如此 才能更多了几分乐趣 期待那一刻的来临 铁捕天对他的话冲而不闻 已经快速地冲出了帐篷 在帐篷外面 鬼域此次前来的近两百名高手 已经全数聚集在此 正一个个冷冷地看着迎战门口的方向 铁捕天的心完整地沉了下去 如此实力 楚阳来了又有什么用 甚至都不用袁书徒亲自动手 这里的随便一个人 实力可都要在楚阳之上的 楚阳这次前来 不过突然白送一条性命而已 当下一边跑 一边不顾一切的急切地叫道 楚阳你快走 你快走 只要楚阳此刻离开 哪怕是见不到他一面就死 铁捕天也知足了 周围的黑衣人正要拦住他 可是后面的圆书徒 冷冷的声音带着戏谑传来 不要阻止他 就让他看着 让他看清楚楚阳是怎么死的 也让他从此死了这条心 众人相视一笑 情知少主恐怕又要玩那种 他最擅长 也是最喜欢玩的摧残人的游戏了 一个个不由得兴致盎然 铁捕天出来的时候 楚阳已经决然发动了 以我心血崩毁万劫 铁捕天在大叫的时候 楚阳已经平静地将剑尖 送入了自己的心脏 铁捕天刚刚冲出来 就看到楚阳一剑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铁捕天本就是提心吊胆 突然间见到这害人的一幕 强提的那口真气即使一乱 眼前金星乱冒 一跤跌倒在地 泪水泉涌而出 父君 你 耳中却听到楚阳淡然的声音 以我心血 崩毁万劫 泪眼迷离之中 铁捕天拼命地瞪大眼睛 看着前方缓缓前行的黑衣身影 也看着那把剑 带着楚阳心头滚烫的血 缓缓地拔了出来 鲜血 层层地一滴滴落下 那是楚阳的血 铁捕天心痛如脚 想要放声大哭 却发现 自己居然已经哭不出来了 整个世界 似乎在这一刻 都已经远离自己而去 身体周围 人群密密麻麻 但是 铁捕天分明感觉到 天地都已经消失 自己的世界 整个的灰暗下来 丧失了一切生机 一切的火力 眼前 只有楚阳那浑身浴血 手持长剑 缓缓而来的身影 但是 却好像永远都走不到 自己身前那样的遥远和绝望 楚阳的声音冷漠而又低沉 快速而又坚决 甚至 甚至是有些模糊 隔得近的人都没有听清楚 但铁捕天这一刻 却听得清清楚楚 每一字每一句 都像是在他心中 响起了一道惊雷 若是田田注定有此劫 那么 就由我楚阳代替他 若铁捕天注定要死 那么 我楚阳陪着他便是 无论如何 遗憾我不想有 悔恨我更不想有 千五 千千 对不起了 父亲 贴不贴一声惨呼 感觉到自己的心脏 在这一刻片片碎裂 垂然尾顿在地 心中一痛 一口阴红的血 缓缓地划出嘴角 却是在极度心痛欲绝之下 直接呕出的心血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dxp8.com 我本以为 楚阳的挚爱 始终是默青舞 所以当初 我一直不肯跟他离去 就算是今天之前 我也一直还有心结 以为 我的地位是不如默青舞的 就算现在 也觉得 与别人共享一个男人 而感到心中有些委屈 可是 楚阳为了我 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错了 父君 若是能生还 我将尽一切努力来弥补 可是 上天会给我 这样的机会吗 贴不贴心痛如脚 泪眼迷离之中 只看到楚阳黑衣的身影 冷漠的前来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马上就晕了过去 楚阳 你若死 我绝不赌火 楚阳哈哈一笑 身子凌孔而起 大喝一声 大家一起上路吧 原书徒看到楚阳 正是仇人见面 大怒喝道 抓住他 本少主要好好的招待 好好的让这混蛋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人间最残酷的折磨 敢跟本少主作罪 就要付出代价 但是就在这时 一股空前强大 而且无比恐怖的气息 随着楚阳的爆发 猛然扩散 无数的剑气 蜂拥而出 即便是那几位天人级的顶尖高手 也瞬间拨人变色 少主到底是从哪招惹了这么恐怖的强者 而且那恐怖的气息还在持续的节节攀升 一瞬间已经超越了众人所能承受的最顶峰 保护少主 一个黑衣老者最先察觉不妙 一声力吼 但是楚阳已经迟见到来 他的胸口明明有一个醒目的血洞 甚至能清晰的看到在那血洞之中 有一颗鲜红的心脏已经被刺穿 却还在那里缓慢的跳动着 这本是一个诡异而又无法理解的现象 当先的六个黑衣人同时发动攻击 战士既然注定无法避免 那就尽力一搏 希望死里逃生啊 楚阳脚步丝毫不停 冷漠而决然 飘忽而快速 只是九节见见光突兀的闪了闪 一颗人头扑的一声冲上半空 随即楚阳再一剑刺入另一人的咽喉 鲜血崩射的瞬间 弯腰一剑横扫 身侧三人同时变成两端 楚阳赶前一步 一剑刺入最后一人的心防要害 横剑顺势一拉 哗啦啦的五脏六腑掉落在地 随后飞起一脚 半空中的脑袋落下来 被他一脚狠狠踢出去 噔的一声撞在另一人的脑袋上 两颗头颅同时如西瓜一般爆碎开来 红的白的洒了一地 随着厮杀开幕 一股浓浓的杀戮气息突然间爆发 这是一种杀戮天地的强横气息 所有感觉到这股气息的人 都忍不住的心头发冷 惊悚之急 就连远方也有人一惊之下赶来 是谁 惹了如此杀神 让他立临人间啊 闪避 怎么不闪啊 全部游动 不可以与这正面交锋 鬼域高手中 有一人大声叫道 楚阳这几件 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明白 分明只要一侧身 就能闪得过去 这种动作不要说什么天人级 就算天级地级人级 甚至只要是个舞者 就能随随便便的躲闪过去 可是这些人却偏偏就没有躲闪 就被那么简单的干掉 而且这些人死了之后 尸体及时干瘪 貌似连半点灵魂波动都没留下 竟然是死而不往生 魂飞魄散 不得超生 万劫不复 交出我的女人 楚阳冷冷地往前冲 周身萦绕着一层阴云雾气 那雾气竟然也呈现出 一把把长剑的样子 在他的移动中 就像一座接天连地的剑山 不管是遇到谁 就是一剑 楚阳所出的每一剑 都平平无奇 固然不慢 却绝对说不上快 也没有如何的诡异多变 但是竟没有一个人能够闪避开 当真是击毙重 重毙死 绝无例外 但凡敢于向楚阳出剑拔刀的 最终的结果 只是一个个都呆愣了地站着 却是被悬前倒坤的力量所射 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发挥出来 就只是那么眼睁睁地看着 等着那长剑刺进自己的要害 再把自己的脑袋切下来 然后死去 谁敢抢我女人 楚阳一声大喝 大踏步地往前走 袁书徒 你敢抢我女人 你出来 你怎么不出来 有本事抢 没胆子出来吗 楚阳一声大喝 剑下再次收盖五六条生命 常见挥舞而前 一步一个脚印 一个脚印 一声大喝 袁书徒 什么叫做杀人 看清楚你鬼域的人 一个个都是怎么死的 再来五个让你好好学习学习 看清楚没有 抢女人 哈哈 你们也配 所有鬼域的顶级高手 看着楚阳一路砍瓜切菜一般前来 所有人竟都是心惊胆战 如果连还手都做不到 那这仗还怎么打 听到楚阳的话 才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少主这次是抢了这个煞星的女人 顿时一个个都傲丧得几乎死去 天底下的女人这么多 你抢谁的不行 非要抢这等抢着的老婆 看这家伙的样子 只怕要比咱们宗主还要厉害得多 也恐怖得多呀 难道袁书徒 你这混蛋竟然瞎了眼睛 居然跟这种人抢女人 你要是自己去抢也还罢了 自己没能耐就要靠别人 最终把这种煞星招惹回来 这回是真真的要了老命了 还是要了所有人的老命啊 第169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